最近,《丝绸》这路电影节正在新安举行,众多导演,明星都出席了这次盛会,而蓝彩女帽的夫妻抱陈凯歌和陈红也牵手,走上了电影节的红毯,十九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的陈红。 这次和陈凯歌一起现身,整个人状态都很好,面色红润,笑意一鸣,身材也依然很好,没有发福,虽然陈红今年已经五十岁了,但是一点都不显老,岁月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,他还是当年的样子,真的好令人羡慕啊。 看得出,电影节现场,陈凯歌和陈红的心情都很好,从走红台出场一直到接受采访,两个人全程都是食指紧扣,简直是在默默撒狗粮,陈凯歌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陈红一直是一脸是迷,含情默默,的微笑望着陈凯歌,感觉眼睛里都有小心线啊,眼神超宠溺,这也太甜了吧。 而陈红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,陈凯歌也是面大微笑,一直认真听着,真的相当跃狗了,想必正是因为有着爱情的滋润,陈红和陈凯歌这两个都已年过半百的人,才能看起来如此年轻,如此神采奕奕,陈凯歌比陈红大十六岁,巨大的年龄差,却并没有给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什么问题。 相反,结婚二十二年以来,他们两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之前,陈红和陈凯歌一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,根据节目要求,陈红需要骗一下陈凯歌,结果陈红一说,陈凯歌立马就上当了,陈红就绷不住了大笑着说, 我老公特别好骗,陈凯歌发现被骗之后也很孩子气的笑了,当时场面真是超前了,简直是现实版,你在那我在笑啊,节目安排陈凯歌要给陈红送惊喜,结果这两人实在是太有默契了,陈红把时间,滴点之类的全都猜中了,连主持人都表示这节目, 简直做不下去了,当时陈凯歌还特别得意的说,他要是连着都猜不出来,还能是和我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吗,真的太粗了,不过,虽然两人总是心有灵犀,但陈凯歌还是能经常为陈红送上惊喜,有一次拍戏时,刚好赶上陈红的生日,陈凯歌假装是给陈红饰演的角色拍摄一场过生日的戏, 实则是联合全剧组人员给陈红过生日,成功给了陈红一个惊喜,陈红感动到哽咽,还给了陈凯歌一个kiss,除了在生活中默契十足,相爱相依,陈红和陈凯歌在事业上也是黄金搭档,陈红当制片人帮陈凯歌料理台物,外联等等各项事物,将陈凯歌能够心无旁物,得沉浸在创作之中,而遇到合适的角色, 陈凯歌也会邀请陈红来出演,陈凯歌的多部电影中都有陈红的身影,他也总能将陈红拍得美美待,相爱二十余年,到如今,陈凯歌和陈红一起露面,几乎都是自然而然的实质紧扣,真是现杀旁人呐,更令人羡慕的是,他们还有两个帅气的儿子, 尤其是当儿子陈飞鱼,妥妥的小鲜肉啊,期待陈凯歌和陈红来来能够继续为大家撒狗粮,也希望小鲜肉陈飞鱼,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啊。